我們從小就被告知說不要加入幫派 因為幫派是一個你進得去就出不來的東西 什麼金盆洗手啊 只有在武俠小說裡面才會出現 再來包括民主黨這個幫派 亞利桑那州的民主黨的參議員 Kristen Sinema 他現在讓左派非常的生氣 因為他沒有完全支持拜登的所有 Build Back Better的計劃 他沒有完全的服從領袖完成革命 所以他們就前一天跟蹤到他的家裡面 然後兩天前他們在亞利桑那州發現他了 跟蹤他進了廁所 讓我們來看一下當下的對話 說得我們要跟您說話 可以跟您說話嗎 其實我現在是Patton 但現在是一個真正的 我們人們需要以為我們能夠討論這件事 我們現在需要更好的計劃 我們不是說Patton 我們需要更好的辦法 我們需要更好的方法 我們需要更好的方法 讓我們更好的方法 我們需要更好的方法 以為我們要做了 我們準備準備行的方法 我們替他們票也要請你 如果我們不能夠擅當您的過程 如果沒有支持 我們需要更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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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 我叫 poblanca I was brought here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 was three years old And in 2010 my grandparents both got deported because of SC1070 And I'm here because I definitely believe that we need a pathway to citizenship My grandfather passed away two weeks ago And I was not able to go to Mexico and visit him Because there is no pathway to citizenship And if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ass it right now Then we need to do it Because there's millions of undocumented people Just like me who share the same story Or even worse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them Because of SC1070 And because of anti-immigrant legislation 各位聽的沒有錯 你剛剛聽到的是至少一位非法在美國拘留的罪犯 高調的在騷擾以及威脅我們的民主投票出來的參議員 什麼叫做無法無天 大概這個就叫做無法無天了吧 我是Ethan 歡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今天我們有很多的新聞要討論 但是在之前我們現在討論一個 可能是男人永遠無法了解的東西 就是指甲油 為什麼要塗東西在指甲上 為什麼神會設計指甲這個東西 我到現在都不是很了解 但是女人超愛的 女人可以因為他們的心情就換一個顏色 髮型就去換一個顏色 說穿了 他們對於指甲油的顏色改變 就跟Dr.Falci對於新冠肺炎的政策一樣 為了讓他們安全 為了讓他們健康 而且為了不要讓他們浪費這麼多時間 在那個地方讓指甲油吹乾 在這裡介紹一個基督徒創立的品牌 Niji Nails Niji Nails使用的是目前市面上 規格最高的Tenfree 無害的材質 而且乾的很快 女人們不需要拿著吹風機 冒著燙傷手的危險在那個地方吹 10分鐘之後一碰乾了沒 結果 你又要重塗一次 表示你又要再等30分鐘了 吹了之後你還可能吵架 沒有飯吃 還有可能睡沙發 相信我 送一套Niji Nails的Best Seller Collection 會是讓你的婚姻生活更美好的最佳選擇 價錢又便宜又實在 品質又亮又老牌 現在就去 www.nijinails.com 的線上商店 選好商品之後打上Discount Code AINews10 就可以享受10% OFF的優惠 趕快去Niji Nails的線上商店 讓你的生活過得更美好 好我們回到剛剛的新聞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那位是一個完全左派社會主義的人 會怎樣 Lews Bernie Sanders被跟到廁所裡面 或是AOC這個樣子的人 然後被川普的支持者 或是反對疫苗護照的支持者 跟到廁所裡面會發生什麼事 甚至不用到廁所裡面 只要在門外等著就好了 只要在走廊跟個石步說 Congresswoman, Can I talk to you? 這個樣子就已經夠了 第二天CNN就會說 我們是恐怖份子 然後要 insurrection 要政變了 然後AOC就會在IG上面在那邊哭 然後這邊說什麼 我聽到了腳步聲 他們要來殺我 我那天差點死掉了 他們幾個人正在外面 呵呵哈嘻的耍雙結棍 然後你在想 這位民主黨的參議員 被非法拘留美國的罪犯威脅 跟到廁所裡面 裡面還有一個男的 跟進女廁所裡面 但是這個只要你越左 你就越正確 講英文更奇怪 The more to the left, the more right you are 對不對? 他們的行為卻被所有左派稱頌 還被主流媒體說這是勇敢的 而且裡面還有一個人大方的承認 他是非法移民 你可以想想看 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允許你這麼做? 哪一個國家可以允許人 因為美國這個國家已經是個笑話 保護公民已經不存在了 就連這位Cristin Cinema的上司 Joe Biden都說 這沒有什麼啊 這件事來的 真的假的 你講一下 48一個國家允許 百中兩地 將已被抗爭 虐待 被一旦 做了 有整個強迫的 最終的 對啊 不是 有什麼 你以為這些 有絕護人 我 不覺得他們 都不想 都說 所有人 都不可以 唯奧 有些人附近障礙伺服務 所以這就是一部分的程序 一部分的程序 正常程序 它對大家都會這個樣子 前一陣子有一個人跟英國的首相見面的時候 挫賽 那那個人是不是就不應該把所有的記者跟來賓請出去吧 對不對 I thought it was part of the process 如果這是一個法治的國家的話 那個人當天就應該被執法人員關起來 準備驅逐出境 甚至直接驅逐出境 第二天這些人被形容成是 在這個國家被迫害的受害者 他們非法的在我們的境內居住 他們在廁所裡面騷擾政府的執政人員 而且你在廁所裡露營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在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是違法的 因為他們就是美國的紅衛兵 一切都是政治目的 只要你是可以被達到政治目的的目標 你就不值得被尊重 你就不值得有人權 你就不值得有隱私 你就不應該存在 他們要對你做什麼都是應該的 這位民主黨的官員就是最好的證明 就算是他們的同夥 也是民主黨的喔 也是左派的喔 只要不服從就可以無限的騷擾 我再想要看 如果你們敢 do Will you commit to passing a reconciliation that could provide a path to citizenship for immigrants? We ha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for too long. I just want to know if you can commit that would include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for people to be protected like me. 如果你還沒有看出來的話 那個攝影機是直接照到參議員乳溝的 他們不在乎女權,他們不在乎對錯 他們在乎的只是政治目的 而且他們要的是政府完全的掌控 所以他們可以隨便的鬧 不會有任何的規範 不用守任何的法律 不用在乎任何人 只要是可以幫政府奪權的就是好事 他們就是這個政府的紅衛兵 這些人最厲害的地方 還不是可以無法無天 是可以徹底的扭曲對錯 我們有很多基督徒說愛最大 愛成就的律法 神是愛 耶穌是愛 這個也是很多左派的牧師支持左派最好的理由 這就是愛啊對不對 接受同性婚姻是愛 接受變性人的理論是愛 多元是愛 接納是愛 導致很多人現在根本就不知道愛是什麼東西 現在最新的一個墮胎是愛 女權主義在推崇的墮胎這個事情 其實已經不是新聞了 大概在60年前墮胎這個行為是一個非常邪惡的行為 根本不應該討論的 因為是在殺死一個嬰兒 那大概在560年代的時候 墮胎被形容成一個女人的權利 一個悲傷的權利 一個我們絕對不想要使用的權利 但是是必要的 女人應該要有這個權利的權利 這個看法是來自於第二次女權革命 就是你常聽到的女人需要男人就跟一隻魚需要腳踏車一樣 那段時間的話 他們覺得說 女人跟男人都應該要可以正常的享受沒有責任的性愛 但是女人不同 女人可能會懷孕 所以說應該要可以擁有資格殺死自己的孩子 直到最近2008年左右的時候 希拉蕊柯林頓在辯論會上面都還在說 墮胎應該是要安全的 而且合法的 但是極少發生的 因為是一個很悲慘的事 要殺死一個嬰兒 但是現在這些都不重要了 墮胎是愛的表現 墮胎是榮耀的 墮胎是美好的 SBA has not only caused a near total abortion ban in Texas it has made it extremely dangerous to be pregnant in Texas where our maternal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rate is already unconscionably high especially for black women and pregnant people of color Texas deserves better I know first hand that abortion saves lives for the thousands of people I've cared for abortion is a blessing abortion is an act of love abortion is freedom we need federal protection now we need laws that elevate science and evidence and recognize the dignity and autonomy of people accessing care yeah 墮胎是愛 墮胎是祝福 墮胎是自由 War is peace Freedom is slavery Ignorance is strength 戰爭是和平 自由是奴役 無知是力量 這個是作家George Orwell在1984寫的一段話 墮胎是一個很可怕的罪 不是一個不能被原諒的罪 但是是一個很嚴重的罪 也就是說 如果你認罪悔改的話 You are on the right track 這個女的在做的事情是一個更可怕的一件事 因為她不只是在幫墮胎辯護 她還把榮耀讚美這個行為 她在做的事情是一個真正冒犯神的一件事情 跟很多同性戀還有挺同藝人在電視上說的一樣 愛這個啊愛那個啊 我們都要愛啊 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愛是什麼東西 他們用愛這個字來扭曲所有的道德觀 跟所有的價值觀 這樣子做的不管是不是基督徒 都是對於神的一個扭曲 愛 什麼是愛 神就是愛 祝福 什麼是祝福 祝福就是從神來的 他們在這邊把墮胎跟神畫上一個等號 這是一個非常噁心的一個東西 但是這可能是一個允許墮胎的政權不可避免的東西 因為它又安全又合法的東西 不可能都非常的極少 如果是謀殺的話就不應該有任何的合法化 如果是像剪頭髮或是割盲腸的一樣 那當然就是應該要合法 而且非常常見 所以說希拉蕊的那個看法 有一天一定會崩潰 那麼左派解決這個議題的方式 就是把它跟愛畫上等號 把墮胎這個東西塑造成一個美好 而且夢幻的事情 右派對於這些事情也要負非常多的責任 因為右派的人常提倡個人自由 尊重個人選擇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我不會管你做什麼 你也不要來管我做什麼 就像說Larry Elder還有像我認為說 自由的權利等於選擇的權利 等於犯錯的權利 但是這絕對不是一個可以長期維持的方法 而是對於右派中心的思想 Self-Government的意思就是 我們可以自由的去思想 然後我們會用我們的想法來影響你 你也會用你的想法來影響我 這個造成的就是 右派完全在這個戰場上面投降了 然後左派徹底的掌控所有議題的主導權 最後變成就是 墮胎是愛 墮胎是祝福 他裡面還提到 Abortion saves life 首先 墮胎沒有醫治過任何一個女人的疾病 或者是任何一種疾病 懷孕就是一個症狀 強制解決這個症狀的方式 就是犧牲一個嬰兒的生命 不只是這個樣子 墮胎對於母體也會造成傷害 這就是為什麼醫生不太會去建議墮胎 沒有任何一個醫生一懷孕之後就會說 那你要不要墮胎啊 現在我們的醫院 只要你在Facebook上面打卡拍照 Hashtag ProChoice 就可以享受九折喔 墮胎對於母體沒有任何一點好處 就算是有 就算 不知道 墮胎也沒有save life 每一次墮胎都是在殺死生命 沒有一個墮胎手術是在救人的 每一次的手術就是死亡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生活的社會 而且因為左派控制的絕大多數的媒體 這個就是我們聽到的 因為他們控制著社交媒體 他們控制著新聞媒體 他們控制著政府系統 他們控制著大學教育 這個就是他們聽到的 這個就是主流的想法 墮胎是愛 什麼是愛對他們來講一點都不重要 什麼是神對他們來講也一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完全的服從 你要完全的聽話 十月到了 表示我們又有一年一度的冬季慶祝的環節了 萬聖節 感恩節 聖誕節 新年 情人節 去年我們被迫放棄了這一切 待在家裡抵抗疫情 當然我沒有 我還是跟家人一起過了這些節日 這些節日對於美國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美國的文化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問題就來了 我們今年還能不能夠自由的過這些節日 這個問題前幾天問到Dr.Falci 他在CNN上面說 沒有啊 我從來沒有說一定要封城啊 他說我還是會跟家人一起過節 但是其他人還能不能正常的過節 現在還是太早了 But we can gather for Christmas or it's just too soon to tell? You know Margaret, it's just too soon to tell Well we've just got to concentrate on continuing to get those numbers down and not try to jump ahead by weeks or months and say what we're gonna do at a particular time 你能不能跟你的家人過聖誕節有三種答案 Yes, no,還有 maybe 你的一切是由他掌控的 他說什麼你才有資格跟你的家人見面 這一切是為了你的安全 為了你的安全你是必須要放棄個人自由的啊 而且把選擇的權利交給我們這些左派的政客 不要懷疑這是可許 and as a member of society reaping all the benefits of being a member of society 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ociety and I think each of us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a pandemic that's killing millions of people you have got to look at it and say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you do have to give up what you consider your individual right of making your own decision for the greater good of society 就是這個樣子的人 我們要開心的宣告 我們要慶祝 我們要尊崇 Disney Plus還幫這個人拍了一個紀錄片 要讓我們的小孩都來跟這位 Dr.Falci來學習 來尊榮 來敬拜這位心理變態的假醫生 When I think about my dad growing up I certainly think about that seriousness but very few people get to see he's funny, weird and really playful God help us In 1981, HIV AIDS was evolving rapidly and frighteningly There was anger at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When you got sick you were gone fast It's affecting you now Yeah Why Post-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 When COVID hit he became this target My dad said we're gonna get through this whole thing and he's held back You don't do it because you wanna make money You don't do it for the glory You do it because you care When you're involved in a race to stop a horrible disease You always feel you're not doing things quickly enough Wow 這部片子把它形容得好像什麼英雄一樣 他一直在努力的跟時間競賽 然後他的犧牲、他的勇氣 我們不是在說他做決定太慢還是怎樣 是一直以來他都是在幫大家做錯誤的決定 他裡面提到了艾滋病 他做決定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改變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奪權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其實全部都是錯誤的決定 他們想把他塑造成一個打敗艾滋病的一個英雄 但是其實艾滋病在他政策下面是完全錯誤的 這個以後如果未來有機會的話 可以開個時間來講一集 他們一開始說吃什麼藥的藥可以延續生命 結果那些藥反而讓得病的人更致死 然後更降低免疫力 後來發現你只要增強身體的免疫力 就可以維持生命更長的時間了 NBA的球員Magic Johnson 就是沒有聽Dr. Fauci的建議 到現在都還是圓圓胖胖然後一直活著 我不是在說Dr. Fauci 是造成艾滋病死亡人數飆高的壞人 但是他真的是一個把人命當成實驗品 而且不斷的失敗的一個人 在不斷的失敗 會在我們的政府裡面有最高的薪資 而且有崇高的地位的原因只有一個 因為他不是醫生 他不是科學家 他就是一個政客 他能夠幫政府民主黨奪取政權 這就是為什麼在資助中國研究 新冠肺炎的情況下 左派還要把他當成一個英雄 而你只要跟左派有任何一點意見不同 你要被抓起來戴高帽 而且完全失去公權力 就連上廁所的權利都沒有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看看留言吧 好來看看我們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第一個朋友他說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這就是我們人 特質嗎 對一個特質這個樣子 那麼即使在民主國家長大的 其實美國在建國的時候 對於民主這東西是絕對反對的 就是包括現在 美國也不是一個完全民主的國家 美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是一個republic 是一個共和國 不是一個民主國 因為要避免的就是 民主使用51%的人 打壓49%的人 因為這個樣子會造成很多很多 很噁心的傷害吧 我覺得 那例如說很多東西是不合法的 然後是完全扭曲事實 扭曲真理的東西 如果說這51%的人 隨著說我要把它寫在法律裡面的話 那麼這就會變成法律了 所以建國國父為了要避免這一點 所以說就創造了一個共和制的一個國家 那這個共和制有民主的制度 也有非民主的制度 像說最高法院就不是一個民主的制度 然後眾議員是代表這些民主的這個票數 但是參議員卻是在乎到小州 那些人口稀少那些州的票數 那麼參議員就不是一個民主的一個制度了 也就是說 就是說就是這個樣子的check and balance下面 我們為了要確保說 我們是走在一條正確的道路上面 所以說才有一個constitution 才有一個憲法 這個東西是不能變的 那麼目的就是要阻止民主 來壓迫所有的人民這個東西 大家想要跪下來當奴隸 如果不起來反抗的話 所有的人都將成為奴隸 這個是真的 如果說我們現在基督徒不起來反抗 覺得說只要禱告神就會翻轉 只要怎樣怎樣怎樣 我們有義務要當這個世界的嚴格光 我們有義務要站出來發出聲音 我們有義務要出去傳福音 我們有義務要翻轉這個世界 所以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起來反抗 每一個人都要起來 把正確的價值觀傳達出去 不然我們就會變成努力 是 好,來看第二題 信上帝的天然抗體者生 親惡人的疫苗者病亡 現在是公權力公然說謊的時代 要堅定倚靠上帝才好 否則會受騙上當 如不少醫生和牧師 因為信了政府透過媒體說的 疫苗可防重症和死亡 打疫苗可守護家人而去打疫苗 結果不是生病了就是死亡了 昨天有視頻說某女壓抑 打疫苗後月經提早 卵巢長出巧克力囊腫和鼻子 常常聞到血腥味 女醫生說從前從沒有這樣 美國華人教會某牧師和兩位教友 打完疫苗後相繼死亡 這個聽起來真超可怕 而且說實話 就除了在網上看到這些 我在平時生活中 也真的聽到不少 人跟我講說誰是誰的朋友 怎麼怎麼樣了 然後他自己認識的 什麼什麼人怎麼樣了 所以這些東西都看完了之後 就讓我說我的天啊 怎麼會這樣 好覺得這種東西有沒有 當然是有 那麼你看新冠肺炎的時候 他們那個死亡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原本有慢性病的人 然後他們就是得到病毒之後就會死亡 那原本是你是健康的人的話 你得到病毒是不會死亡的 那麼你打了疫苗之後呢 你等於就是把那個病毒打到你的身體裡面去 你等於就是得病了 然後讓你的身體去打擊這個病毒 那麼他會死亡或是怎樣的話 或許他得了真的新冠肺炎的話 他也會死亡 那這些東西我們不能說網上的東西 全部都是真的 或是網上的東西全部都是假的 然後也不能說 我們只要看到某個人說 誰誰誰死了 誰誰誰死了 我們就全部相信 就像那個時候 每個醫院都說 充滿了屍帶 你知不知道 對然後屍體堆上山 然後拉不走什麼什麼都堆在那裡走廊 對然後什麼 Hospital Capacity 到了98%還是怎樣怎樣怎樣 結果他們原因是因為他們關閉了某一個地方 他們關閉了某些病床 所以說為了要省電 為了要怎樣怎樣 因為夏州府是節約用電 所以說他們爆出來的數字就是 我們已經打到了98% 如果說還有新的病人開的話 他們就會打開那個地方 然後就變成50% 所以說這些數字還有這些東西 我們不能完全相信 但是我們也不能完全不信 疫苗這個東西有沒有用 目前看報告來說 的確是有用的 但是你要不要打 然後這個東西對你來講 是不是必要的 這是你要自己做決定的 你要自己去衡量的 不要聽任何人去講這些東西 是 好來下一個 這個朋友說 我去年就搬家 到了德州打拉斯 還有搬走了 遠離民主黨 加州已經無可救藥 哎呀 其實現在打拉斯也 也並不是一個完全安全的地方 朋友 是 打拉斯現在目前槍枝管理已經開始了 然後還有就是墮胎這個東西 左派的人一天到晚上國會 然後現在要去聯邦去做這些東西 我們今天的那個新聞應該有講到 所以說 我們要做的事情 不知道怎麼講 達拉斯是不是一個絕對安全的地方 是一個很難講 但是怎麼 這肯定是現在來講 比加州是好的多了 但是要小心 因為很多加州人 現在最近又有一些人 因為會強制小孩打疫苗 所以很多人會搬走 那德州就是首選 所以 強制搬走的話 搬到那邊 對他們來講反正是好的 你就是跟Google一起去的啊 跟Facebook一起去的啊 然後跟那個Tesla一起去的啊 這種員工跟著去的那種 然後要把德州變成加州的這種人 是啊 所以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我看很多朋友就禱告啊 就說那個我雖然不是加州人 我在德州 但是我為你們加州人禱告 我就很奇怪 我想說你是德州人 怎麼為加州人禱告呢 加州人別來了 所以我聽完了之後 我也感覺到蠻心痛的啊 對啊 那你覺得加州是無可救藥的嗎 怎麼說呢 如果要是按照我的看法來講 基本上是吧 對啊 就是那個挽救的好像這個希望 沒有說很大 對啊 對 加州要翻轉真的是要有一個神機 對 不然的話太難了 真的是太難了 但是你說我們是不是喜歡翻轉 我們當然希望翻轉了 你加州好山好水好天氣啊 誰想走啊 我是我是不太想走 我是很喜歡這裡的天氣的 我覺得天氣很適合人居住 但是如果要是真的說環境特別惡劣 你就如果看到一家一家全部都這樣 全部都搬走 你認識的人什麼 那種時候你會覺得說 哇原來大家真的受不了 對啊 那接下來呢 就讓我們大家一起來看一看神奇傳播 為我們大家提供的非常好看的傳福音的小動畫片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我是弗迪莎 我是伊燦 那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 拜拜 董事長 對於物種之間的差異 現代科學是根據基因比對的數據來衡量的 基因上有些差距當然可以理解 就算是任何兩個人彼此之間都存在DNA的差異 但原類應該算是很接近人類的近期嘛 根據現代基因比對的結果顯示 人類彼此之間的差異是在千分之一左右 而原類與人類DNA的差距大約是百分之一 哦 我不是做這個領域的 這百分之一和千分之一DNA的差距 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簡單的說 這代表著原類與人類之間的差距 是人類彼此之間差距的十倍 而這十倍的差距在細微上來說 是可以產生三千兩百萬種不同變化的組合 而這在數學上來講 就可以說是一個天文數字 那你的結論是 我的結論是 從基因上來看 原就是原 人就是人 各從其類 數據上無法支持 他們之間存在類似種類的進化關係 啊 你這樣一說 我可要考慮認祖歸宗啊 啊 為什麼呢 過去我以為人類的老祖董是原后 現在我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 哦 那咱倆是不是該來個團圓的慶祝會呢 哈哈哈 你自己說好看 那一一道 你不可以堂上去 你不可以堂上去